剛過完新年 芳王假 那我們趕緊慢慢坐回來 準備我們今年開春第一場新的課程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還沒醒啊 昨天剛從台北回來 也忙到五六點 所以大家還沒清除 好啦 大家拜個晚年 新春恭喜一塊 想要讓新的一年 越來越平順 遇到很多事情 是否能夠逢兇劃起 其實這是每一個人 在每天的生活過程當中 都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團長的所事 那我們總是希望能夠 透過一些善知識的教導 老師的教導 然後盡量的去把一些 一些自己觀念上錯誤的 或是最容易發生的 就是叫當局者女的這樣的一個情境 避免不要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雖然我已經有非常豐富的人生經驗了 那也不再告訴自己做很多事情 要理性客觀沉穩 但有時候還是會情緒衝動 有時候還是會 一時的這個欲亂親民 那做出一些 比較不好的判斷啊 或是行為出來 所以永遠要記住 是不是叫人非聖賢 那既然是人非聖賢的話呢 我們常常會犯怒 陷入那種當局者女的這種情境當中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不斷的去跟很多的善知識啦 有智慧的長者啦 我們的老師啦 是不是要來請示 所以來請問各位 有哪一個在當學生的學習過程當中 沒有跟老師舉過說 欸老師我有問題要請教很多 公主講不辞校問嘛 對不對 就跟人家請教一個問題 不是很羞恥的事啊 是一個很積極進取 值得讚賞的事嘛 像我也當了二十幾年老師了 在當老師之前 我當主管 當老闆 那基本上來講 我都很喜歡人家來求我 這個問題 要是怎麼 起碼你認同我的智慧 是不是 我想這是每一個人呢 都有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心態 我們並不會去討厭呢 你來問我一些問題 或是來請教我一些問題 要不止下來 好我們剛才談的是 我們可能針對有型的一些 老師善知識長輩 可是我們面對這些善知識這些長輩的話 他又不是隨時坐在我們旁邊 是不是 那有沒有另外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善知識長輩 他也懷著一個慈悲心 想要來關心我們 教父 其實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偷偷的跟各位講 我們在無形界當中 有非常多的神靈啦 仙佛啦 菩薩啦 那這個不要再跟我討論 有或沒有 神鬼的問題呢 請上YouTube搜尋 前台大校長李士誠教授 請你去 聽聽看 我們的李教授怎麼跟你講 有沒有神靈鬼的存在 前台大校長 那像我這個小人那個一個 人小為親 我就不要去跟你做這個爭辯了 那 如果說虛空當中真的有這些 神佛跟菩薩的存在 那 他們為什麼要來幫助我們 我講不實一點 他們也想要不斷的精進成長 他們也要業績 這夠直接了吧 懂嗎 當然呢 他們的立場呢 他們的境界層次呢 是比我們這一般的世俗反而高很多 所以你說他們有沒有智慧 我們是沒得比 那他們有沒有這種善良慈悲的吸引 也是有在他們還有一個很積極的目的 就是他們也要業績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民間的宮廟會很多 所以有些宮廟你覺得奇怪啦 他有靈通啦 也有能力啦 可是怎麼會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做這些奇怪怪怪 鼓鼻道道的事情出來 其實那些宮廟呢 不見得是所謂的氣功啦 不見得是所謂的拜聖帝君 我把它稱為說是異界天裡面的很多的阿修羅神靈 那他們也是需要業績 所以要找跟他能夠共修的靈異敏感體質 來成為他的基身 或是跟他共同修持的 然後來設立宮廟 然後來幫助很多的信眾 也是要來得到 他能夠不斷的在晉升 就是他的等級靈格的這樣的一個業績 所以一般林建人在稱為講 那個為什麼要設宗宮廟 為什麼要去岔下 因為要那個向火 所以向火是一個比較無形的 其實他就是要幫助很多人 幫很多人對他的認同信仰 得到他的幫助 他就會有業績 像我也是啦 我也講得不實一點 我希望不斷的服務 不斷的來上課 每個禮拜 北中南高 跟很多人服務 我也需要業績 懂嗎 不是這些神明需要業績 我也需要業績 那我們把業績講得 更好的一個詞位就是 我需要福報功德 了解嗎 所以我希望 在座的每一個呢 也都需要福報功德 那為什麼需要福報功德呢 因為 當有了這些福報功德的時候 其實他去印證兩個很重要的 發展方向 第一個 你懂得去做這些福報功德 表示你的靈性 你的智慧 有沒有比一般人層次高了 懂了嗎 所以你的心變善良了 你願意為他人付出 表示你整個的行為 你整個的發展 你整個的那種 對我們這個生命的認知 就是 你是跟一般的世俗凡人 不一樣的 你不是在像一般世俗凡人 那麼樣的愚痴 那麼樣的自私 那麼樣的只想搞自己的一些 權謀利益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的確在為他人付出的過程當中 你會得到無形神佛菩薩戒 對你的避孕 所以如果說你有遇到一些 不管是前輩子的因果業力 還是這一輩子的一些 莫不其妙狗皮道道的事情的話 這些神佛神佛菩薩 要的確不下來幫我們 而我講一句比較務實一點 我常跟人家分享 我是在36歲就要死的 那我今天已經多活到 今天已經正式進入幼十歲了 那為什麼36歲沒死 我36歲飛過關車對照 然後我開了那樣子車全爛 結果 車子爛到沒辦法修 要報廢 但是人竟然跑跑上 這是很客觀的事實 發生這麼大的車禍 竟然沒死了 連受傷就連受傷 不可思議 不是不可思議 這輩子下來保護我了 再來我也得了肺炎 在家裡燒了三天 後來是因為我媽媽打電話來 趕快叫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去警救 醫生說 再玩一個一兩個小時你就掛點了 走下來 左邊的肺部有一部分是白色的 X幫狀算是白色的 好 好 那這幾件大事你看 是不是都是生死交官的大事 沒死啊 那人之間還有什麼比這種生死大事 來了更嚴重更可怕 那沒死的時候為什麼沒死 因為官司因獨佔下來保護我 那他為什麼要保護我 我是講一個最簡單的 假設我是一個有權勢的老大 那我現在來了一個小弟願意幫我做事 我在幫官司因獨佔做事 我的冤季再次找來了 官司因獨佔地獨佔講 現在這個小黃在幫我做事 我在照著 你就放他一碼吧 對不對 那你們用什麼不法公正 我請他做了這一協議之後 我趕快回向給你 如果他有欠你錢 我先幫你還 那如果他有對不起你 我會叫他阿奧跟你們 參謀道歉 說對不起 我現在這個小黃 我觀世因菩薩 替當菩薩 神明佛母菩薩在照 就是人公辭理 所以我們跟菩薩是不是同辭理 沒有什麼奇怪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一大人都這些不順遂不如意的事情 到寺廟裡面去祈求 到公廟裡面去祈求 但是你就這樣求啦 這樣拜啦 請問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如意願 那你不能如意願 如果求得拜就可以如意願的話 那世間沒有這一些可憐悲慘之人的 沒有這些土壁道道的一些禍事 為什麼有人求得來 那你就不來 為什麼兩人私信求得來 為什麼我小黃求得來 那你們求不來 心態不對 我們求的方法不對 因為你們要求的時候 不是帶著水果去燒很多紙錢 褲錢 有的沒有的 我常常講 全世界剩下台灣 不到幾百萬人在燒紙錢而已 大陸也不燒了 全世界金正教員回教 也不燒了 懂嗎 那另外燒紙錢有效沒效 我們以後 有時間再來跟各位一起談 我不能說他們有效 他的確有他們的功效 那 回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去燒紙錢 雖然他有他的功效 他會補什麼財庫 有他的功效 但 有大道可以來改變你這些 因果月曆不好的惡運嗎 我們不知道 可能沒辦法 好 那我們對很多事情 可能都存在了 不了解 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累積 有個報告功德 那很簡單 那就好好來跟我們講 請示 問問看 我們該怎麼做 不是那麼單純 拿個香拜一拜 水果拜一拜 我們就可以來化解 我們的應付業力 那我們要怎麼會來請示呢 你講 老師 寶貝就最簡單的啦 我想很多人說寶貝 我也寶貝過 但是寶貝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因為他就有三種 聖杯 蓋杯 孝杯 就三種形式 但是在那三種形式的之下 你要來跟他祈求 那你知道該怎麼來問到 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嗎 尤其在跟我上課學習過程當中 我第一個要訓練各位 培養該有正確的思考模式 就是不能再有二分對立法的思考模式 什麼叫二分對立法 我也常常遇到一個師姐來 不然我手躺啊 哭哭哭哭哭的 老師 我該不該跟我先生離婚 該不該 就是二分對立法 該不該 該不該 老師 我老公過來了後 要不要去大陸投資 要不要 甚至 最近有一些師姐在國長 我說老師 我要不要去打疫苗 要不要 我們人的基本的思考邏輯 是不是常常會產生這樣 要不要這樣的一個思考模式 很容易對不對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很容易 所以 能夠正確做出 判斷事情的這種思考模式的人很少 因為你們都很容易的 被這種二分對立法 錯誤的思考模式 牽著鼻子走 再問要不要離婚 就像你們在寶貝的時候呢 就欣問菩薩 要不要離婚 蝦 蝦 咬悲 蝦 可以離婚嗎 會一直蝦 孝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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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直悲也是我們跟菩薩溝通互動 一個很直接的互動模式 但是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很容易陷入二分對立法的這種 狹隘的思考錯誤模式當中 那為什麼不能用二分對立法思考模式判斷的事情 因為希臘最有名的哲學家 蘇格拉的告訴我 當你在問要不要離婚的過程當中 你更要更深層去思考說 為什麼你們今天會走到要離婚 就是關鍵不是要不要 關鍵是在為什麼 所以西方的哲學理論裡面呢 有沒有聽過烏拉乳加H 烏拉乳加H就是你要學會問 問什麼 到底你們夫妻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當然把你為什麼這個加進來的時候呢 你拿為什麼去直悲問菩薩 問得出來嗎 沒有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菩薩沒有辦法回應你 你發生了什麼事 了解嗎 所以直悲只能給你回應二分對立法要不要 所以如果在沒辦法之下 他就可能給你一支笑悲笑悲笑悲 那如果覺得你問了這個問題 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你 喔這個重弟子很疑似 好就直接給你開悲 甚至如果他直接給你勝悲的時候呢 也不見得就是你所問的那個事情呢 就如同你所想的那樣去直接對應來回應 所以這個直悲呢 有時候並不反對 如果你針對一個比較已經差不多 已經小範圍的事情的話 就像我們在左達裡面要上書 那我就建議按你去指揮 你要做什麼功課 你要試試抽出什麼對象 你可以或許透過指揮 因為他的範圍經 縮小到你要上書文這一件事情來 可是你為什麼要上書文 請來沾茶 請來看八字 甚至請來我們今天抽這個補報 了解嗎 因為你透過這一些沾茶補話 或是甚至你到沒有去抽籤 我們有一堂課也是在教 像觀音林堅的課啊 那就跟抽籤一樣 我教導各位如何去解籤詩啊 去看那個籤頭故事啊 去對應我們所問的這個問題的詞釋啊 那所以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觀念 好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講 那既然直悲 它會陷入二分對立法的這個 不確定的窘境 那我們面對問題 我們要先去思考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什麼事情 才是很多問題的根源 那你必須從根源 去把它給解決起 你才有辦法呢 再慢慢的來解決 你眼前所發生的這些事項 因為這些事項 已經是到很後期的 行為的表現了 這就是我們在 不管是做邏輯性的 哲學性的思考邏輯 還是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所事 還是今天各位要來學習 更深入的這種 命理學液晶八字三查 這個觀念想法 要不要建立起來 好 那我就回到我們今天 主要跟各位講的這個液晶 那在過年前呢 其實我們有三堂液晶初階的課程 已經有對液晶做了一些 比較初步的簡單的解說 那我們接下來 這一期的課程是比較進入 從初階到中階 甚至還會加上 這個五四正宗 四印六二六青的一個 它的更進階深入的應用 來幫助各位如何來了解 那我們還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學的這個液晶的課程呢 它是被包含在我們中國非常重要的 五術叫三一命相補的 補的這個領域裡面 那在初階我有詳細說明了三一命相補 它各有什麼範圍 它的學理儀器是什麼 它該怎麼樣去應用 但 面對三一命相補 我還是強調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這一些學問 都只是為了要來解決我們人 在座的每一個人 包括我 從累世到今世 會發生很多狗鼻盜燥的問題 都是要解決人的問題 發現在的醫學 不管是西醫中醫 也是為了要解決人的問題 人的什麼問題 身體精患的問題 所以人是不是有氛圍 身 心靈 我們身體會生病嗎 身 心理會出問題啊 這有精神病嘛 你會被附身啊 你會有悠鬱症啊 你會有人格分裂啊 精神分裂啊 甚至產生同性啊 雙性啊 那這都是跟心理意識有關係 跟肉體沒有關係 但是心理會影響到肉體 再來就是零啊 你從零的話 就從前世的因果 帶到今世的這些因果夜報啊 還有你可能會被附身啊 會被沖煞啊 我看很多那個 精神意識出了問題 所謂已經達到神經病 人格分裂的階段 我們竟然發現 有一大部分以上 是被附身啊 那你可能會把附身的亡靈 把他給事實走 衝入走 精神情緒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 我們在 這麼多的一個三因命相譜 各有他的範圍功能 那你就要記住 這一些都是為了要解決 人 這一些問題裡面的工具 所以你在研究 這麼多法門的時候呢 絕對千萬不要陷入 大老王自賣自誇的情節 我只要遇到這個大老王 就很頭痛受不了 命理界存在了很多大老王 這個所謂的宗教界 存在了很多大老王 那更不用談政治界了 政治界大老王更多 什麼叫大老王 哇 講得口末很虧啦 我幫你啊 怎麼樣如何如何喊口號 我多發心啊 到最後喊爽了 只是用他的巧緣吟噬啦 他的這個誇大奇詞啦 要來迷惑你對他的認同 給他錢啦 給他監住啦 或是認同他追隨他 幫他做事啦 這種大老王的情節呢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啦 也是一個很正常自然的人性 那我們要回過頭來 要非常刻意謹慎的提醒自己 不要學得到 所以這一秀都學過 契公勞我也學過 靈修我也學過 不用談命理啦 八字指揮靈術 星座我都學過 一補掛的話 藝經啦 詹茶啦 塔羅啦 我也都會 再來像的話 楊宅啦 信明學啦 我也會啊 唯一沒學的就是 首相跟面相 那所以 以這種立場來看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講啊 我八字最厲害 我寫的八字還輸來不夠夠嗎 我的八字看的 還不會比一般人差吧 都屬於大師等級的 但我不會說 我的八字最厲害 你要來跟我學八字 你要花個三四萬五十萬一百萬 不會 我還是初間中間 中間 該分攤了兩萬 就分攤兩萬 就這樣而已 是不是 好啦 這就是我們在面對這些學問的時候 該有的很正確的基準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的 這個第一堂的第一節課 還是回到很重要的核心基本觀念 慢慢跟各位聊一下 那我們第二節課就準備一下 剛剛有發十個紙片 那這邊還有一個青銅 那我們就很務實的要引導各位 直接來做食物的練習 那我們會邊做食物的練習 再邊各位來講解這個觀念道理 他已經從一般的紙杯 先進到更實際的一個祈求 回到我們該如何來 向神佛菩薩來請示 請他來叫給我們 請他來面對運勢的吉凶也好 還是事情的疑惑也好 那看看他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下一節課我們再繼續慢慢來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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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現在有陰吧 谢谢大家